剛才兩邊的教練都非常激動 對於吹判的尺度好像也有一些不滿意 我也不懂啊 昨天那場比賽我也是不懂啊 那他去補習去了 不要吹了啦 哎呦 在面前都這樣吹 金哲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終止球隊11連敗 我這場比賽 覺得是一場很棒的比賽 一個成績 大家都認為說 佑敏今年熟悉其實很有希望 幾個小將像洪志戰 陳士傑還有沒有話說 王璇健也在這連敗的過程當中 有所起色 可是球隊的在機 除了他們兩個 光靠這兩個是拉起來就上來的 我想現在 佑敏隊的最大關鍵是 必須要全隊都發揮 不能一場球只靠一個球員 他們如果能夠全隊都發揮 讓羅希良去做一個 知名的圓球王 採取一丁四驅的防守 黏著林志傑 最重要是林志傑在昨天 第一節就連下五個三分線 紅志扇三分外洩 不要一下之後球進 沒有把對方給晃開 快速給球 羅希良做個假動作 空檔出現了 有點危險 李偉銘再回給他校園 這攤檔什麼周近平來的 拿下分數 羅希良外洩又出手 又給羅希良做個假動作 腳數來 紅志扇這邊也出現 空檔有頭飛 又有進攻 又有進攻 這個人是這裡的 思念 都不用幫太多了好不好 裁判除了是高利民的犯規 現在要把吳志遠 送到華德線上 謝志偉遇到藍裡架 擦板有點勉強 藍板球落下 是被哈孝遠牢牢的保護的 哈孝遠中距離出手了 拿手好心 所以在一開賽之後 打一四注意雙邊吧 盡量打進 讓他去制造犯規 回防要快 回防太慢了 沒跟著直接幫他講話 還是一丁四虛 就是對林智傑還是用盯遠的方式 阿翔 藍裡架交給向偉凡 野獸的助攻 對 現在林智傑就比較聰明 就是他在LOBO拿到球的時候 吸引防守之後 林智傑 再來一下拿球 手到張雨林 大轉身靠進去 出手之一 慢慢回到一分差距 王傳健到藍裡架出手 也調了哈孝遠 又是個籃板 前面快攻機會 徐浩淳已經沒有人追上他的 方案的隊友 新活在後面還在 現在 頂著一個爆炸頭的許承文要上來了 賽前的台幣的副領隊黑人跟我們講說 他幫他取一個外號叫做達力表哥 好 我們就問他說 SBO的達力表哥在平常的時候會不會欺負他的隊友 他說會 平常的這個何守正的反而賢蘇姬啦 這個達力表哥就是其實我都會跟他要 我要吃 我要吃 何守正如果不給他的話 對 不給他 他就會罵他 隊友要吃什麼他通通都要 對… 張雨林切到達力表哥 這個球被達力表哥給地板 這就是不給我吃顏蘇姬的下場 林志杰外線大號三位全拔起來美景 台幣給拿到 對 而且宥明隊現在改了一個區域3-2的防守 謝謝 野獸這次被吹總部了 志杰 還是可以投啊 他離你一步還是可以投啊 林隊現在雖然是守一個區域防守 他們特別要注意到的就是防守籃板球 自己會 張雨林在頂線三分關線 拔起來就是一個三分 所以現在球員在場站球員的 信心非常重要 一口氣換了四個球員 不過同一時間現在是宥明隊 標準剛剛兩罰都沒有拔進 羅希良切到籃底下 給到頂線的高麗敏之水 完全拚掉 我們稍微離譜了一點 林冠倫給球的時候結果 野獸滑倒 松松凱給到頂線的王傳健出手中文 這兩分其實有助於恢復王傳健的信心 林冠倫也回進一個三分球 王傳健 從南臨下 好 裁判吹的是進攻犯規 閒機老爸 這個拐子稍微大了一點 其實從這個鏡頭來看的話 這算是神奇拐子啦 一個沒有拍到 再給羅希良外線毫不猶豫打起來 出手沒進 馬笑瑩的籃板球 所以才攻下四分 阿里加斯 給上尾反送 假裝做球就算 繼續兩三次也 能夠讓他上場同時 對他讓他對球隊有什麼樣的貢獻 好 好 好 阿國你的球除了阿良不要傳其他的 一個王傳健 一個阿良 自己能過就過去了 講這麼直接 難道對手不一定到嗎 沒補進 籃板球說下一次被陳世涅給拿到 所以犯規了 第一時間中維國就把林志傑給打在前面 林志傑準備要大畫布切到籃底相差 野獸再訪分性的全品 終結束第二節 左松凱外線三分球 阿肖遠這個犯規要讓 這他小學弟的 左松凱罰三球 對 其實阿肖遠他也不想去犯規 他的身材其實的確太大隻 然後 阿肖遠 一臉無辜的表情 對於自己的球隊上半場的表現 滿不滿意 還可以接受 四區去守他 同時在後來變換防守 是守一個區域防守 瘟疫其實是不大夠的 而且他今天外線幾次的三分球 都沒有投進 反而是陳世涅 依舊是延續在昨天比賽 還出來再加上羅興良 一直在這兩節有很穩定的發揮 讓他們在上半場兩分領先 對 我想今天佑明隊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 好 看完了各項數據之後 我們在這邊要 好的 就是這位幸運的女球迷了 算了嗎 我還是安分檢好了 導播 剛剛那個女的我認識 可是他得分爆炸爆發力 是一撤一撤就可以拿下二十分 可是佑明隊不支援 做個假動作 守他的變紅自身的Bismash 給他哈孝遠 那你現在轉身哈孝遠 這球打得夠一 哈孝遠 目前分數的也來到了有八分了 羅興良到籃底下 換左手沒進 這個球被哈孝遠碰出界外 哈涼要單打 你們不要站在那邊 要動位 要動位 六名的底線球 想要給羅興良的 但是這個球送不出去 五秒鐘無法傳出去 太快了一點吧 拜託 劉俊卿教練有在叫 那個三腦中吹的好不好 殘治教頭認為裁判子的手錶應該壞了 再來看一下野獸一個大轉身 而且瞄到籃底下 已經等很久的哈孝遠了 像哈孝遠現在連下四分的最大原因 就在這邊 所以佑明隊 針對自己防守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點 羅興良轉身的時候呢 又造成了犯規 哈孝遠 切入的時候被敲走 前面三打二的快攻 洪志賽自己拉起來 從三球進 台瓶對這個防守稍微有點密失掉 所以台瓶在防守上面 應該交代再輕鬆 羅興遠 第三節呢是平平在籃底下 單打得分 給超走 結果吹了 這樣站推是不是也站推 抓兇一點籃板 今天我要傳 回到台瓶進攻 給籃底下 林志杰拿球 轉身撐到最後出手 哇 那是120了 對 所以可以講你自己的相片 恢復了 點手會不會吹啊 點手了知不知道 三次啊 犯規了三次啊 佑明還有這個教練都認為說 這個球是犯規了 可是裁判並沒有吹 認為是 碰到球 時間下9.1秒 他林下空了 給羅興良 出手沒進 對 裁判吹犯規 吹的是林志杰身上 好球 為什麼這樣子很輕易的就犯規 見智瑋的立下轉身 結果吹進攻犯規 哇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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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兩分鐘了 裁判的吹犯 兩邊的教練 就拼拼搖頭 那我們感覺好像是哨音壞了 再給林志杰 這次穩定了他 到蘭里夏上的裁判吹犯規 他的拼跟肉 交給蘭里夏高麗銘 照顧犯規 他校園的臉還是一樣那種表情 他永遠不會為他很快 小花也是一個很有特色的球員 大家的肯定 就是在這一個表現上面 有很大的改革 林志杰一拿到球 不要收拾掉 女教 第二罰 接到籃底下 還是要給出來 洪志杉外線塞了球出手 陳世念 再抓進來 這個球被毀掉 哇 這樣打沒有意思 再來看一下這個轉身 到進去的時候 這個球下手相當狠 對 其實對球員來講 非常危險 前面有快攻機會了 林志杰跑到這前面 準備要加速度 往裡面前 腳步去跑 場邊現在是佑敏隊 喊出暫停 再來看一下 不管是年獸還是野獸 林志杰拿到分數 出現在台比利4分領先 找羅新娘 羅新娘也準備要 進攻籃球 拆板球 林志杰 再會給陳世念 三分外線出手 來一冷箭 還中了6分 簡佳紅切進去 裁判自由球 犯規球進 算 裁判認為球進 算 我跟你講 來 他吹的時候 他吹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拿球 沒有 沒有 倒是嚴家華教練 要去跟裁判抗議 下完起步 他還在搜球 他根本就打下去了 7-5-4 3分外線 陳世念 就表演手 1分 陳世傑 三分外線 突然發射出手 6-2 林志杰 男理下大跨步 摔 哈校園造成犯弓 哈校園的得分呢 也來到兩位數 目前攻下11分 第二罰 也罰進 陳世傑和羅欣良能夠連線 甚至中鋒能夠跳出來的話 陳世傑起跑 而且球交他手裡話 基本上有可能就是2分 好球 排名這邊呢 還好羅欣良沒有力氣 對 目前落後1分 羅欣良帶一步做3分外線 選擇出手沒進 籃板球 陳世傑在拿回來 出手 陳世傑 對 最終二輪巨球 他有200公分 左右高過 百分手下 里加8個194公分 因為他們利用一個變速的進攻 他們都知道 六敏隊的中鋒 是所有球隊裡面 最矮的一群中鋒局 投資上的3分球 但是這1.5分 要寄給陳世傑 攻下8分了 但下半場非常可怕 哈孝遠 這個球起跳的時機 感覺上是恰到好處 對 其實這個球 哈孝遠有點幫忙的狀況 高利敏應該把握住這個球了 再來看一下 好 有球差點被撥掉 裁判吹的是 裁判吹的是 吹的是走步 陳世傑犯規 吹的是陳世傑犯規 吹的是陳世傑犯規 對 原本以為是說林志傑犯規 但是裁判最後吹的是陳世傑犯規 吹什麼吹啊 吹什麼吹啊 不要吹啦 吹什麼東西嘛 陳世傑犯規 這時候看到這個吹犯 就算有再好的修養 也受不了了 他的拉手各方面會很多 裁判不吹沒有關係 我去演演戲 你們要保持平常區 那他去補習去了 不要吹了啦 在面前都這樣吹 陳世傑犯規 陳世傑犯規又添一折 讓他去補習算了 裁判已經補習算了 為什麼沒有跑球 沒有控制隊 他還控制隊 如果艾杜去看比賽了 有時候其實 教練在場上 比如說像現在的贏家華教練 或是像之前的劉均教練 去距離綠爭 這個球隊去負責任 所以當然他們要站在球隊的立場上 去替球隊去爭取 貝洛西那邊敲走 前面佑敏隊三打二的怪勾 三分外線洪世傑 排比的進攻機會 陳世傑也準備切進去的時候 早成犯規 再來看一下洪志煽三分外線 他的快勾的完全都不考慮 打籃下能投三分球 還剩下4分20秒 現在高利明是舞販畢業 尼佳豪在上來 這個球是不是一樣的 對不對 你是不是一模一樣的 對方進攻的命中 你這樣才有可能會贏球 林志傑大轉身 殘犯先追犯規 今天犯規下去的呢 都排排坐 洪志山 王傳健 高麗敏 還有誰沒念到 台幣隊現在機會來了 林志傑到了底下 儲存太好 高麗敏 雙方現在1分差距了 他壓下去 羅慶良 這個球被撥掉 台幣的進攻 殘犯雙翼沒響 比賽繼續走 林志傑轉身給球 現在反倒是讓台幣取得領先了 宥敏在這幾波的進攻裡面 事物都太多了 那個犯罪走路了 現在劉俊俊教練 他們人都在底下打滾了 已經越過中線來抗議了 不要進來 怎麼叫不要進來呢 再來看一下這個球 這個球被李文明抄掉之後 他要去跟裁判撐的是 這個球到底有沒有走步 他鋪到地上之後 把這球稍微抱了一下 然後轉了半個身體 他要去撐的是 這個球到底有沒有走步 但是第一時間裁判是沒有享受的 第一時間裁判是沒有享受的 對 那不斷抗議的結果 就是被裁判抓的一個技術犯規 他為什麼他有警告 可以他們帶隊的走嗎 我們在這邊 他們追不出去還是要追 不過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右銘籃球隊的球員 全部都退開去 好像不準備上場了 對 有一點在抗議這個比賽的味道 好 現在當然時間剩下三分鐘 不認同裁判的一個判決去抗議之後 結果劉均印教練是被裁判 出來的一個技術犯規 那現在球員也是退開了 現在紀錄台判給右銘隊一個暫停 右銘隊並沒有喊出這個暫停 個人來講我覺得這個紀錄台部分 或者是臨場或者裁判的部分 應該不可以去吹右銘隊這個暫停 裁判應該去跟右銘的教練團 甚至領隊去做一個開會 去溝通 對 去溝通 從這個劉教練繼續跟球員 講解戰術的情況之下 我想我們擔心的事情應該不會發生 就是說不會有罷賽的一個情形 我覺得劉均印教練他很尊重這個比賽 所以願意讓球員繼續去上場 可是我覺得真的要去注意的是 剛才這個不能去吹在右銘隊的暫停上面 右銘隊他有尊重這個比賽 那反觀裁判也應該去尊重這個比賽 不應該去讓決定誰決定誰還暫停這個問題 另外實際上剛剛 李永平剛剛抄球之後 到底那個球有沒有走步 我想我們不要做裁判 但是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應該也都可以 透過你自己的雙眼看得出來 這個都有討論的空間了 對 當右銘隊11連盤 當然對這兩球大家都非常渴望勝利 好 那現在應該是大會的裁判長了 直接去做一個溝通 急著出手 再給羅新良進攻時間 剩下5秒 4秒 靠到對方身上插板 羅新良 然後在台幣隊慢慢地發起 林志傑的犯規 野獸的犯規現在要把神奇老爸 必須要下一波進攻 而且能夠順利拿下分數 還有林志傑 球燒又滑了一下 不過裁判吹的是中維國的推人 不過裁判吹的是中維國的推人 哈瑟 這個球三分球 陳世念轉身 這個球在哈瑟人手上 進攻時間剩下5秒 4秒 準備要單打進攻 這個球出界了裁判吹的是 右米隊的球 哇 上球嘛 現在因為這場比賽 還有無限的可能 簡嘉鴻再會給中維國 中維國三分外線 合圓之力 出手來自 籃板球現在回到了 現在要讓小六來罰球 而且至於是中維國這個出手 有點 稍微再遠一點 小六用手管就好了 深呼吸一下 王建維 又是王建維 關鍵的罰球啊 壓力在他身上 第一罰 第一球沒有罰進啊 因為上一次的狀況 一定站上罰球 現在對他影響非常的大 他也沒有罰進啊 中維國 再給檢家豪投3分 每次拿到球 中維國是回到了台平手上 把時間給拖完比賽結束了 即使王建維跟1月22號那場比賽一樣 兩罰沒有罰進 但是沒有關係 剛才兩邊的教練都非常的激動 對於吹判的尺度好像也有一些不滿意 我也不懂啊 昨天那場比賽我也是不懂啊 中維國 中維國 中維國